見到你每一天給大家一個指示的時候 有兩個數據你每一天都一定會提到的 第一就是牛熊症的街貨重創區 第二就是恆子的街貨比例 其實譬如說大家都想參考這兩個數據 去判斷後市的走勢 其實他們的啟示性在哪裏呢 我想你先說重創區 就是重創區 牛熊症 通常就是大家散戶堆住在哪個位置買 或者會覺得那個就是支持位 不過說真的 省會的朋友都很聰明 大家都知道那些可能是一些技術位 你說現在熊症 重創區就27,1、27,2 正正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27,000點的關口 不過通常就擺高一點的 因為你怕被人打 所以要退高一點去做 有些人就會 為什麼我會鋪出來呢 有些朋友就很順滑的 就會說這些一定是要打他的 就是這些重創區 好友一定要夾爆那些淡友 那些熊仔重創區一定要打爆他的 也有人會用這樣的思維去想 我自己就不會太過敗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為了要夾這群熊仔 而要將市場夾上呢 我又未必太過這樣看 但是有朋友覺得OK就沒有所謂的 當一個指標 我覺得最重要的指標就是說 其實看到大市的range 其實正正在這個位置 我想這就是給一個參考 至於你說街貨比例 有分corpot和牛熊 我反而這個就會看多一點 因為這就正正在說整條街的 那個叫做看好看淡的比例 就是整個整體來計算 通常你都不少見的 通常一面倒的時候 你說牛仔可能九成 熊仔一成 市場可能都有點飽 就是大家都很樂觀 OK 但是反過來 很悲觀 大家都追著去買紅 紅症比例很高的時候 似乎這個市場是否又會見底 我想這個指標又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是 都是一個指標 譬如大家判斷的時候 譬如說你未必是參與那個 衍生工具市場的 不過你就算是買入證股的時候 譬如市場是有多樂觀和多悲觀 是否見頂或者是否見底 都可以幫助大家做一個參考 還有這個真的是一個實在用錢 去告訴大家 聽那個悲觀或者樂觀情緒 不是說我聽到隔壁的陳斯拉很悲觀 不是那個人 真的用錢告訴大家 究竟比例是怎樣 是 那就實在一點 是的 所以都是叫做用腳投票 所以都知道大概說市場情緒是怎樣 幫助到大家做一個投資判斷 我可以評分他 我可以為大家有一個投資 就這樣問他 是一個人就可以幫助到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可以長次去幫助到 有一個人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